从小念自由班 考进台大物理系 而且还念到了光电博士 但是毕业之后 你会选择什么样的工作呢 当百万年薪的逐科工程师 或者是成为教授 今天我们请来来宾呢 她的人生选择 可能会让你发出惊叹声 欢迎女蜘蛛人古婷安 嗨主持人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你来 先帮大家懒人包一下 其实呢 婷安的职业是女蜘蛛人 那是拥有呢 高空绳索的技术员的执照 一般我们最粗浅的联想到 就是那种洗窗工人 其实不然 很多跟高空有关的工作 都是你的工作的内容 这种酷工作到底是什么 其实我们的工作 其实就是利用绳索 到达我们要去工作的地方 最简单来讲就是这样 只是说我们的工作范畴 有非常多 比如说以接近日常生活来讲的话 就是一般住宅的漏水的修缮 或是窗户的 silicon的更换 然后或是重新粉刷之类的 那以大工程来讲 就是比如说新月桥的油漆上面 油漆修补 除锈跟油漆修补 然后还有现在最夯的绿能 就是风电 风力产业发电 他们在海外的风机 或是路上的风机 或是风机下面 安装的那个塔柱 它的油漆需要修补 也会是我们去做 对那其实这些高空的工作 有各种不同到达的形式 比如说我们的绳索 或是吊笼 然后或是高空坐卦车 对就是这些内容 有没有比较特殊的工作的经验 比较特殊喔 零鼓塔 零鼓塔的上面会有一些采光的窗 那那些采光的玻璃旁边 都是一些silicon 所以如果silicon有破掉 下面会漏水 我们就要去修那个silicon 你不会怕吗 零鼓塔 那时候你不是还怀孕 对就是我们还是会彼此 就是心存三念就好 然后我们会觉得 我们是去帮他修房子这样 不会心里毛毛的吗 不会啊 真的吗 我个人是比较往就是科学那一派的 OK 是比较科学的 那你们那一行有什么禁忌吗 比较没有这种迷信方面的禁忌 但是我们会 我们一定会保护好我们的绳子 因为绳子是我们的谋生工具也是我们的救命工具 应该说我们就是命系一绳 双绳 对我们工作是双绳作业 就是我们一定会有另一条备用绳子 不是只有单绳 但像我攀岩就是只有单绳 对那绳子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保命工具 所以我们绝对会保护好绳子 所以譬如说一般的民宅在下面会有一些铁皮 那铁皮的边缘是很容易让绳子会断掉 就只要有受力在上面都会很容易割绳 所以我们要好好保护我们绳子 这应该就是禁忌 对然后或是你上绳之前一定要确认好你所有的系统 是就是OK的才可以下去 所以double check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通常我们一定工作会有两个人 一定要有两个人 为什么 因为如果其中一个人出错 我们比如说我们出错率是0.001% 那如果有两个人一起检查的话 那出错率就会变成0.001乘以0.001 所以会降低出错率 所以为什么工作一定要有两个人 而且可以互相照应 如果另一个人在身体上发生事情 另一个人就可以救他 那你可以稍微形容一下你工作的这个过程吗 比如说你要在修这个封电塔柱的时候 你必须要爬到比如说几十层楼 然后有多恐怕的景象 你在那边看下去的时候 你自己都不会觉得在颤抖吗 通常啦 因为人会怕高 是因为你知道从高的地方掉下去会死 所以其实你不是怕高 你是怕死 那我们也一样 我们也会怕死 所以呢 我们会做好所有的防护 然后我们会预想各种可能的危害 然后尽量去避免那些危害 我们一上层就是专注在工作 其实我们不太会去想说 好高可怕 不会不会 当然你从上面要踏出去脚悬空 要踏出去悬空的地方的那一刹那 你要翻出去的那一刹那会有点害怕 但是只要习惯就还好 而且因为我们是相信绳子的 对 所以我们相信我们的工具 我们就不会怕 四个字送给你 勇猛完成 不会 其实还好 真的 除了不怕之外 其实大家不要小看他 觉得他瘦瘦了 他可是有精实的背肌 我们其实也帮大家剪了一个画面给大家看 他其实平常都是大量的在做训练 那你不要看 高空作业 其实你的每一个姿势都是要运用核心的肌群 你平常都做哪些训练 你刚刚讲到攀岩 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不太算是训练 因为对我来讲 攀岩就是很好玩的休闲活动 就只是比如说工作完 然后我要去攀岩馆玩 那对我来说攀岩就是好玩 然后跟大家社交的一个场所 所以训练的话我觉得可能是 这些对我来说是 已经算是内化了 就比如说爬山练到体能 我也没有特别去训练 但是因为我喜欢爬山 所以这些我都觉得不太算训练 但是如果以一般其他人来讲的话 他们可能会做一些功能性的训练 比如说他们会特别训练一些特定的肌群 因为比如说像我们在工作的时候 我们的上肢或是背或是腰 其实都会用到 那如果你平常没有用到 你平常没有去用 但是你工作的时候又频繁的使用 就很容易受伤 所以你看很多蜘蛛人如果他就是没有在训练的话 他可能就会腰痛或什么 因为腰真的很会用到 所以你腰力应该算很不错 对 那你的背肌应该也不错是不是 对 我可以touch一下吗 背肌 背肌现在可能没有什么 但是就是我们的额头 我们的额头一定是没问题的啦 硬的 硬的 对 因为只要用力就会 他都还在 我没有因为我怀孕或是没有工作 他就不在 对 我连怀孕的时候都还去工作 天哪 然后还去攀岩 我都爬到最后一刻 你完全毫无禁忌 因为毕竟他是一个很科学的人嘛 那其实在世俗的价值观会觉得说 你是一个人生的胜利组吗 又漂亮 然后又读到台大的博士 当然啦 因为你要选择这个工作 后来就没有继续念完 对 不过是在哪一刻你会觉得说 你真的要做出一个决定 要放弃这个学业了 有没有哪个timing 是你毅然决然放弃的一个时间点 我觉得是疫情前后 应该是疫情前后 因为疫情前 其实我才 疫情的前一年 我才刚休学 然后休学晚回来念 那一年 然后才遇到疫情 然后在疫情的时候 那时候又不能去实验室 就是哪里都不能去啊 然后我就 就是在家里面 一直想一直想 就觉得不行不行 我真的不行了 我真的不行再做这些事情了 因为这不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那时候在家里 就只能做一些paper research 然后做一些研究相关的东西 我就觉得太无聊了 我不行了 然后要爆炸了 然后那时候我就 我就去学生所了 对 那你那时候是怎么跟教授讲 或是怎么跟父母交代 父母方面 因为我们家就是比较民主 所以就是我妈 从以前到现在 一直都是给我一个观念就是 你做什么事情 你自己对自己负责就好了 然后你不要害我们就好了 你不要去做坏事啊 偷东西那种勾当就好 只要不要做坏事就好了 然后养得活自己就可以了 那妈妈不是海洛类吗 那是因为 她可能看到我手吧 因为我手就是很那个啊 很man 然后就是很多伤疤 因为攀岩都会磨到啊什么的 对 那时候是怎么跟父母做fighting的 我没有fighting啊 就是很开放 我们家就是很peace啊 完全没有任何一点点的小小冲突 没有耶 像我那时候念博班 念到很痛苦 我爸就说 你念那么痛苦不要念了啦 我爸就一直都是 我们开心就好了 家里小孩开心就好 那我妈是说 你当然要安全 你要确定你没有危险就可以 这中间没有纠结吗 妈妈不会跟你讲说 你就在办公室漂漂亮亮的 然后舒舒服的吹冷气就好啦 干嘛选这种行业 没有 很危险 因为我妈对于研究室 或是那些工作她也不了解 就是因为应该说 她对于这些都不了解 所以她没有办法给我建议 她只能听我 听我complain 对 所以我现在做得很开心 然后也养活自己 然后她就觉得OK啊 我觉得你做出了很多决定 有时候都是很跳脱主流的价值 比如说你当女蜘蛛人 然后或者是放弃高学历 然后甚至有些人会叫你光电阵妹 你是不是也蛮排斥的 嗯 我就是不太喜欢这种 有富有刻板印象的这种称呼 因为我其实从小对自己的外貌 也不是那么有自信 真的吗 嗯 我没有很有自信 而且我以前是高度近视 我只是因为长大高中之后 我就开始戴隐形的镜 你刚刚讲这句话 很多女生会觉得有点悲伤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以前真的 这是炫耀文吗 我国中同学都会说 我有以前国中的照片 哈哈哈哈 威胁 黑历史 对黑历史 哪有啊 你看这照片根本就超美的 没有 国中真的是不堪 不是 没有啦 就是丑小鸭嘛 我觉得没关系啊 就是每个人都有成长的过程啊 对啊 我是不太在意的啊 那你为什么很排斥啊 光严正美 因为我就觉得 你就是好像大家都看外表 但其实内涵才是最重要的吧 对啊 所以我不太喜欢人家这样讲 嗯 所以回顾你这样的人生道路上 有没有哪一刻 你会觉得有后悔的时候 后悔啊 我觉得我后悔的话 应该没有吧 我觉得没有后悔 但我觉得我可以早一点攀岩 哈哈哈哈 我觉得我太晚攀岩了身体有点老了 其实要不要跨出舒适圈是很多人的烦恼 那你还当妈妈了吗 那你又是一个过来人去 去做出一些跟主流价值不一样的决定 那你一定也可以体会家长 还有你当小孩这两面 你自己觉得 可以给职场新鲜人什么样的建议 嗯 我觉得如果你一开始就知道 你想要做什么 那就非常恭喜 但是你也不要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在 同一件事情上面 嗯 你应该要注重到身 就是人生的每个面向 因为其实都是风险 比如说你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赚钱工作上面 那一旦你失去了 就是不要没有工作了 那你人生全毁啊 所以一定要在人生的多方去琢磨去涉略 然后找到其他也可以做的事情 对那如果你像我以前一样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话 一样就是去找你可以做的事情 然后至少从删去法开始 就是你知道你自己不喜欢什么 你就可以先删去 然后再去找其他的事情 那假设有一些人啊 就是跟你的父母比较不一样 是走比较专制路线的 没有那么开明 你会怎么建议他们啊 如果是小孩的话 我建议你 如果你可以自己自立自强 就赶快自立自强 你就可以比较有自己做选择的余地 你就不用被爸妈威胁啊 因为毕竟把柄在他手上嘛 对不对 但如果你是以家长来讲的话 我只能说你不可能管到躲后面 因为你自己也老了 对我只能 这是在向虾啦 没有没有向虾 因为这个是事实啊 你没有办法管他管到他死嘛 对不对 所以你要迟早要放手的 对所以就是家长真的不要太那个 哪个 太控制小孩 而且其实你自己做不到事情 你就不要再要求你小孩了 对我个人 我现在当妈妈 我也是以这个当作就是 这样告诉自己 那以你的经验 你会怎么影响你后续的教养 嗯 我当然会给他建议 但是如果他不喜欢的话 那你去找比我更好的OK啊 你证明给我看 对 就是会希望小孩子自己做决定 然后自己去思考 因为毕竟是他人生不是我的 的确哦 自己做决定 而且不要后悔 因为呢 这就是你人生路上的养肺 所以大家在追末共诚 一起加油吧 啊